中国制造的发力让中国拥有了现在的成就 中国成为现在的世界强国之一 中国制造在其中功不可没 我们都知道 制造水平的高低往往体现在制造技术上 近日 中国制造又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 而这项记录目前就中国掌握 据媒体报道 昆明理工大学增财制造中心在今年9月7号 经过200多个小时的公关 成功制成了一个解决设备成型 空间极限的超大尺寸钛合金复杂零件 这也是目前使用激光选区 融融方法成型的最大单体钛合金复杂零件 这也标志着我国的制造技术取得了新的进步 再上一层楼 作为金属3D打印技术的一种 激光选区融融制造出的金属零件 力学能力优良 表面质量和尺寸精度高 是各国都在争夺的金属3D打印领域的研究热点 这个最大单体钛合金复杂零件的出现 就证明了我国在金属3D打印领域的技术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掌握大型整体钛合金 关键构建激光成型技术 并成功实现装机工程应用的国家 我国的国产大飞机C919的结构件 也应用了这个技术 同时歼20等先进战机 也应用了由3D打印技术支持了钛合金构件 而这种技术美国的F35却无法享受 不仅仅是飞机 中国航天科工赛院306所应用3D激光打印技术 制造出了具有大温度梯度 一体化钛合金结构进气道试验件 突破TA15和TI2ALNB 一种钛合金材料梯度固度复合技术 开创了一种一种材料间 非传统连接的新制造模式 可以说 这项由美国人制造的先进制造技术 正在中国人的手里发扬光大 也正因为这样 在今年举行的岭南科学论团系列活动 即先进制造与3D打印应用前景科学论坛上 中国3D打印教父 中国机械制造与自动化领域著名专家 卢炳恒院士就对我国3D打印的现状 发展创新进行了介绍 虽然我们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晚 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我们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技术上互有长短 但中国却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条件 那就是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 会议上也透露出 我国3D打印技术应用的规模将达到1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年产值 未来几年 我国的3D打印应用还将会迎来一个爆发期 市场规模更是将超越于全球水平 ающ然全球水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